-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飞X新人书,我是啾啾 - 大家好,我是花生 - 大家有没有发现,刚刚的小短片里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呢? - 都是人 - 都是人 - 准确地说,他们都是大家比较熟知的名人 - 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地方,都是蝉屎官 - 俗话说,一人得到,喵汪升天 - 正是因为蝉屎官名声在外,所以他们的喵啊汪啊都成了明星 - 五哥不仅是一名实力派演员,也是一名优秀的蝉屎官 - 家里有五只喵星人 - 条件允许的话,我拍戏会带着他们,有五只猫 - 五只猫啊,根本是什么组合,叫什么名 - 有苏格兰哲尔和英国短毛的混血 - 也有收养的流浪猫 - 小美女和将帝,生下了美眉和皮蛋 - 后捡到的小黄喵,成为美眉的小媳妇 - 之间的关系是爸爸妈妈,儿子女儿儿媳妇 - 活生生凑成了一个大家庭 - 希望你们将来的女朋友也会很喜欢猫吗? - 嗯,她喜不喜欢猫不重要 - 我的猫喜不喜欢她比较重要 - 还有五只呢? - 以上都只是常规操作 - 你能想象像斯芬克斯,巨型贵宾和笔熊同在一个屋檐的画面吗? - 无毛猫小玉,巨型贵宾犬骆驼,笔熊犬Jack - 共同组成了霍斯燕家的动物园 - 但是有些网友对他家的斯芬克斯就没有那么容易接受了 - 甚至有扬言要取关全家的 - 这里我就要说了,你嫌斯芬克斯丑,人家还嫌你穷呢 - 一只普通的斯芬克斯猫也在三万人民币左右 - 不仅如此啊,人家还是喵戒智商最高的猫 - 你怕了吗? - 坐稳了各位,接下来这位汪星人就不得了了 - 吃着私人定制版的高级狗粮 - 出行要坐私人飞机,穿戴都是奢侈品牌 - 就连座椅都是进口私人沙发 -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可可 - 如果你说不认识,没关系 - 王思聪还不认识就基本等于告别互联网了 - 微博认证,狗生赢家,思聪爱犬,已经坐拥200万粉丝 - 还有更可怕的,凭借自己的名气 - 开的淘宝店年销售额已突破3000万 - 别说我们坐汪的赶不上,我们铲屎官,也要望而升位 - 坐 - 哟 - 哟 - 我都没想到,不要急 - 看了明星的宠物,再来看看 - 各国政要的宠物都是什么样子的 - 11月30日,美国前总统老步史逝世,享年94岁 - 在他的葬礼上还出现了一个特别的身影 - 生前最后一段时光里陪伴在他身边的服务犬Sully 因为帕金森症和跌伤造成的颈椎受损 老布什平时只能以电动轮椅代步 这给老布什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但Sally的出现就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他的生活质量 Sally经过专业的训练 不仅会帮老布什做开门 拿东西等琐事 甚至还会求救等高难度指令要求 他会的技能足足有两页纸那么多 还有一位总统爱狗是出了名的 这就是不做总统没饭碗的普京大帝 在他所有的狗里最被网友熟知的莫过于2012年 日本政府为了感谢俄方帮助311大地震和海啸灾后重建 向普京赠送了一只雌性秋田犬 普京收到这只秋田犬后亲自给小狗取名为梦 并表示将按日语发音称呼它 去年12月为迎接普京访日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原本打算赠送普京一只雄性秋田犬作为梦的新郎 不料这一提议被俄方拒绝 接下来出场的汪星人就连王可可也要被比下去了 目前看来这应该是世界上地位最高的汪星人了 因为这个品种是英国王室的御用犬种威尔士矮角狗 就是我们俗称的科基 深受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宠爱 英国皇室素来都有养狗的爱好 曾经的小女皇也正是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 从小就没少录各种狗狗 真正让女王变成爱狗狂魔的开端 还要从她18岁说起 1944年18岁的伊丽莎白二世收到了她的生日礼物 一只威尔士科基苏森 作为爱狗狂魔的代表 女皇不仅将苏森当作自己的好闺蜜 还专门找厨师为她定制食谱 亲自拿刀叉帮她做饭 在陪伴了女王15年后 苏森还是离开了女王大人 但是苏森的后代 延绵不断地陪着女王大人 就在2018年4月份 英国女王最后一只科基犬 微弱因为癌症被执行安乐死 在此之前 女王就决定不再养新的科基犬 因为每一只科基的离世 都会给女王带来巨大的痛苦 这代表 女王与科基犬近80年的缘分 就此断开了 自闭了自闭了 同样是狗 差别怎么这么大 这个问题应该问蝉屎的 都是人 为什么差距这么大 别问了 蝉屎的不喜欢 好吧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可以关注我们和我们互动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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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